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比目鲜鱼 经常有小伙伴问我 鱼啊,我不会起草 每次起草都脏兮兮的 如何避免这个现象呢 嗯,除了画的轻一点 或者买一块好一点的橡皮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法子 那就是,不起草 有一天,每次起草都要浪费好几个小时的某鱼 忽然联机一动 如果我不起草,会画成什么样呢 于是,我决定做一个小游戏 就是同一幅画,画两次 分别是不起草和起草 看看到底能有多大的差别 为了方便对比啊 我选择了临摹KEJJ外大的图 它的图啊,特点就是线稿 非常精致,而且比较复杂 最适合线稿练习了 说实话啊 说实话,我在此之前还真没试过 完全不起草,直接上来就画 哪怕是之前号称基本不起草的每日一画 好歹也是画了一个简单的构图线 这次,我用的是分屏剑辑 画的时候真的不觉得啊 这样放在一起对比 怎么有一种公开处形的感觉呢 好了好了,我们先放一段音乐 等画完了以后,再好好地对比一下 置水管轮隐住 来吧,保护那儿 在刚才用的构图上 我没想到这次 我蹲下来看 好,我闻一句 这么个人 你是第一个人 我拒绝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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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起草版 不用说了 各方面我都非常满意 但是起草的话 我个人有强迫症啊 会不停的修改 地球完美 所以一般会起两遍草 就是起草 然后细化 然后再勾线 真的挺费时间的 两个版本 差了六倍的时间 一个是五十分钟 一个是六小时 是不是很吓人 虽然起草版 虽然起草版最后画的完美 可以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但是不起草版 却也意外的 给我带来了舒适感 就是呢 可以随心所欲的 画下眼睛看到的画面 不需要多考虑 不需要多想 五十分钟 画完一幅画 这种感觉竟然奇妙的 很舒爽 可能这就是 摸鱼的快乐吧 这个小游戏 还挺有意思的 你们觉得呢 有点赞 订阅